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男士夏天的妝容示範 21世紀的今天 其實男士都非常需要注重自己的儀容 一般的男士在年紀大了的時候 頭髮會比較稀疏 外出的時候可以戴一頂帽子去遮蓋你的頭 今天的眼妝方面 我就採用了一對 陪伴了我差不多30年的一對靈魂之槍 因為他們天生是有點啡色的關係 所以是不需要有太大的收動 而眉毛那一方面 因為男人老狗的關係 所以其實都不需要去畫眉 或者去收眉 我們可以用一些純天然的液體 去將眉毛疏順 至於黑眼圈那方面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功夫 因為有黑眼圈 其實是可以告訴別人 你是多麼勤力工作 而令到自己睡眠不足 在女士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樣是會增加了你的男人味 那些女士可能會覺得 嘩 這個男人事業心真是重了 他為了工作 連教都不睡 而一般俗語說 眼眉條 左跳材 右跳齋 大家可以自己幫自己加上少少的眼眉條 但是大家要記住 千萬記得 是左跳材 右跳齋 不要跳錯方向 而根據很多沒什麼根據的網站報道 男人鼻大 亦都等於那一處大 如果你天生不能夠擁有一個大鼻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後天 靠自己去把鼻孔撐大 而耳仔那方面 我就配合了苦練30年的賭神聽息的技巧 來到將我的耳仔可以上下上下動 但是大家記得 過去澳門賭場賭千的時候 就不要亂動耳仔 在下巴的輪廓那方面 其實我們只需要很簡單地配合一些唏噓的鬍根 那就已經足夠了 但是潮流輕厚唇的關係 如果你天生是沒有一雙豐厚的雙唇的時候 那其實你是可以後天自己去製造一雙出來 不需要打針 只是需要靠自己的技術去製造一雙出來 那就可以了 今天這個分享純粹都是我個人意見 但其實我最想說的是 男人老狗化什麼過來裝呢 你以為自己是泡菜呢 如果妳有收拾 Dobbin 那我漂在冷藏中 不夠了 我會不夠了 皮膚子放進去 對這次稍後 我根本的進步 那不夠了 你為一個老小 你那麼快